我已經發表了一篇文章 很新 在今年的6月3號 他在陽明山國家公園 架了紅岸縣自動照常期 照了6年的照片 去記錄流浪狗對於當地野生動物的影像 那這篇文章滿新的 也提供給老師們做參考 可以去看一下說 流浪狗跟野生動物的衝突 現在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老師們 我的簡報都可以拍照啦 不要害羞 那如果有拍到我的眼睛閉起來 或嘴巴打開看有點醜的 其他也稍微馬賽克一下 這個照片也可以 那這篇文章也是提供給老師們的分享 那因為有國高中的老師們 那如果說你要做生物專題 我覺得這個文章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值得去做一個參考 他可以做一個保育政策 或是做一些生物學的一些 科學基礎調查的一個參考 那在物種的關係 還有包含像國家利甲之一 他在也是今年 我記得應該是五月的時候 他也是在講說大象表演動物 表演動物的這個 他就是野生動物然後可以進來 就是變成人類的一個展演動物 這個地方也可以做一個分享 那最早大家還記得阿和嗎 農場動物那隻走單 就是在運送過程中跳車那一位 那阿和這個事件 我覺得新聞真的很好用 我那時候是看到阿和 我就突然把那個 各個新聞台的新聞結下 然後我讓老師 讓我的學生看了四五家新聞台的報導 然後讓他們選出他覺得 哪一家報導的最符合生物的習性 好 例如說阿和起雞而起 因為那和嘛他在沼澤地區 所以他會有排岩的一個生理現象 所以阿和他在驚訝的時候 掉到那個路上的時候 他有兩條白色的 那個其實是他的一個分泌 並不是流眼淚 可是新聞就會報導說 阿和痛到苦苦了 好 這就可以讓那個學生去分享說 欸 這樣的新聞跟生物的習性 到底會不會合 好 那所以他就從一個媒體試圖去講 好 那這個的話是動物平權 然後動物平權出勤會 他們有一個像動物不是 娛樂三部曲的一個影片 好 然後這邊有生態紀錄片之類的 他們有提供說 欸 動物可以怎麼樣觀察會比較好 好 那這一張呢 大家來看一下喔 這是火毛星星對不對 但大家不要只看他 大家幫我看下面 一 二 三 四 五 加他六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一排 他應該是比較強勢的 所以他可以跑到比較高的地方 好 這張是我 做我國中的時候 台灣是一個火毛星星 走私非常大的一個國家 最早在我小時候 因為我們台灣有一個節目叫頑皮夾 有沒有印象 就是那個張小燕牽著一隻紅毛星星 叫小莉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是一起上節目 後來日本也有一個 之前黑猩猩的 叫狗狗猩猩大冒險 好 這些都會去影響孩子 對野生動物的傾向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 紅毛星星好像是一個 非常容易親近人的 好 那我們就以為說 野生物其實都是適合飼養的 好 直接在這個媒體試圖上去 他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也是動物 好 我手上 我記得我那時候 應該是去某一個像農場的地方 我記得我買東西餵他 可是那是國中 我最近都在翻我以前的照片 好 然後那個 就發現說 欸 其實這個也很有趣 你覺得一般小朋友 會被動物吸引 是他喜歡動物還不喜歡動物 應該比較喜歡動物的產品 比較靠近對不對 我小時候很喜歡動物 我看到過就現在很喜歡去靠近 可是那時候我都看不懂 那時候我真的看不懂 然後我就覺得 喔 他們好像很餓 我要餵他 可是我沒有想到背後 可能我是助長的一個消費的行為 因為那個我一起去買東西 然後業者就會很開心的 一直販賣東西嘛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幫助我們去釐清 為什麼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後來我當了生物老師之後 我就覺得 你不妨將從不同地方去跟學生分享 好 分享這件事情 好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像紅毛猩猩啊 這些紅毛猩猩 如果牠到時候沒有辦法救援之後 好 牠像現在平科大 平科大牠就有個野生動物的一個救援中心 然後牠大概都是國外的一些動物 或是早期像馬西團 在牠們讓馬西團游下來的一些動物 好 那可以看到像這些時事 好 例如說求刃養 那如果老師們覺得想幫助野生動物 也可以考慮看看就是幫助平科大 那孩子們有一個在立行動的一個產業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剛剛老師有沒有看過這一本 這本叫窩窩窩窩 它是窩窩窩雜誌媒體 雖然窩窩它還有一些場地 但在媒體試圖上 他有些他個人的一些意識形態在 但是我覺得他的報導算是還蠻不錯的 所以那個昨天他的創辦人叔叔 我有跟他聯繫上 他是說如果老師們喜歡窩窩的 像這樣的一個素材 都可以跟他們請求授權 他們都有免費提供 所以老師們如果你要上課的話 我覺得窩窩的東西還不錯 因為他簡單比較 重點上很多的是圖畫 那老師可以選擇你覺得適合教的 例如說像最近很紅的就是食物 因為苗栗的開發案 那食物這邊我覺得他這個圖就很可愛 他有上課就這樣就好 很多人都沒看過食物 那哪裡才看得到 他就說新聞 生活中心 像剛剛的野生動物保育中心 還有動物園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像這樣的一張照片 就可以幫我們剛剛的東西做一個總結 而且很好用 那我們再看一下 那我們在教野生動物這一塊 其實我們最怕做的一件事就是 讓學生覺得沒有希望 如果學生可能就會覺得 老師我還小 我能做什麼 我沒有要做 我幹嘛要保護這個動物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在教孩子的時候 一定要給他一個 希望就是他可以付出行動 那孩子們可以怎麼付出行動 譬如說讓孩子們主動的去認識宣傳食物 好 那甚至去影響他的家人 譬如說在過馬路的時候 在比較山區的時候 盡量解除慢行 好 不使用壽甲毒餌 然後接觸開發案 或是購買從消費開始 好 不放養氣養蟲物這些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的一個圖 都還蠻可愛的 就是可以在教學現場上使用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黑熊 好黑熊也是一個現在蠻紅的 就是尤其我們最近 有個男愛小熊的野放新聞 好 這邊也可以去提到他 其實在那個山林裡面 也有一個生命我還蠻喜歡的 叫穿山獎 可是穿山獎其實算是全球的危機 因為中藥有藥材的關係 好 所以他的一個濫髮 其實也是真的跟消費有關 那包含黑熊也是 黑熊早期是什麼 中藥也是什麼 熊蛋 對是熊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都會被歸在物種的關係裡面 好 那台灣黑熊保育協會 推薦大家去參考 可以看一下台灣黑熊的一些價值 好 這邊都可以把它點進去 遇到熊怎麼辦 各位老師不要裝死喔 裝死真的太可怕了 現在都說遇到熊 就不要裝死了 就像遇到蛇一樣 不要慢慢去跑 直接跑進跑一趴 好 所以這地方都可以跟孩子們去了解 那你會懂得如何保護自己 對這生物就不會害怕 那這個來跟老師推薦 我非常喜歡用這個軟體 這是叫科普遺傳石 他們在去年有個叫動物與他們的產地 那科普遺傳石非常的特別 它是個直播節目 它可以馬上拉近 學生跟科學家的距離 然後它是那個由遺傳石傳播公司 它現在是跟台大合作 然後它是和佩玲執行長做一個品質 那科普遺傳石呢 它很特別一點 也就是說學生他可以用手機看直播 或老師用投影機放 像我的話就是同時開放同學用手機 然後又有投影機 因為有些學生可能沒有手機 好 那遺傳石傳播公司呢 他們在跟專家互動的時候 手機會跳題目 學生就可以馬上做勾選 去看看他的學習成效 然後這個他還提供給老師 做一個線上的討論空間 然後學生通常上線 他們可以跟其他學校的學生做交流 非常好用 那另外呢 學生最棒的點是什麼 他可以用手機馬上發問 然後那個專家學者 就會看到學生的問題 他就馬上在節目上回答 然後這個他每次在播之前 他會寄給老師們一封信 或是說老師們你們需要哪一個時間 那在哪一個時間 如果你願意參加 他們會有個學習地圖 你們學校一直會放上去 那我覺得對學生來說 是一個非常棒的鼓勵 他們說 欸老師老師我們學校在上面 然後你就說 對對對 我們現在是在關心這件事 那如果說老師們你們常常參加的話 他們還會問說 欸老師們要不要上節目 如果老師們你們願意好 然後這時候 你在看直播的時候 你會同時用手機 然後你的學生就會直接上節目 他們會同時互相的問答 那目前呢 每一次第一次大概有 全球四百多種學校參加 所以還會看到馬來西亞 包括像新加坡的學校 我覺得那個學生來說 是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就是現在的這個 資訊媒體能幫助大家開一些視野 做一些資訊交流 那在社會課的連結 我自己很喜歡跨領域喔 所以像剛剛講到的 這種跨那種數位媒體 好 例如說我在教演化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這是Google Google的什麼 街景功能 我帶學生去幹嘛 一節課我們去看加拉巴哥群島 我們一節課就用Google街景 然後進去 然後我們帶學生直接看加拉巴哥群島 這比那個 課本上的圖片可愛多了 這街景地圖我覺得很好 因為Google呢 它有把加拉巴哥群島 特地做了一個觀光用的 所以你看水裡還可以看到這個 海報 好 這是這樣有趣的 好 另外一個是地理科 地理科他們在國中一年級 還有包含像我們的這個 國小六年級 在講生物跟環境的地方 他們都有談到那個友善更做 友善環境的這一塊 例如說鴨尖島 好 那這些它其實都可以做一個連結 好 那再講到環境友善 一定要提到就是2014年的一部紀錄片 2013年有兩部紀錄片非常紅 一個叫看見台灣 一個叫十二頁 2014年隔了半年就出了一部紀錄片 然後那個時候很紅 全臉整個 全臉 對 我要打包全臉 我就把我的贊助腸道都放進去 老鷹紅豆有沒有講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老鷹紅豆就在講那個老鷹想飛 沈正宗老師 他就講到說 老鷹這種毒是因為食物鏈 進入猛禽裡面 那如果說老鷹他去吃 吃了這些農作物的老鼠之間 他可能也會累積他的毒素 這邊就提到一個像生物放大的作用 這些毒素就像環境會有空間 他會累積到你體內 沒有辦法排出的時候 你吃多少 他就累積在你體內多少 所以你會發現人 如果我們把人放到食物鏈裡面 其實我們人裡面 累積的毒素應該還很多的 所以這個 這東西又影響到什麼呢? 影響到這裡 因為老鷹想飛之後 現在在都市是進發老鼠藥的 進發老鼠藥 所以可以看到都市裡面的滅屬中 大家可以帶到一些時事跟社會議題 然後這是老鷹想飛的片段 然後他就有講到說 我們通常用農藥其實效果不張 老鷹數量減少 而且這個藥會殘留在環境上 它其實是個惡性的循環 所以那個那時候很紅的就是這個 老鷹紅豆 那現在就比較比較老鷹紅豆 因為老鷹想飛已經退燒了 所以現在就叫環境流散紅豆 那你再仔細看 這個我也是社會科研究 我要學生去幹嘛 調查他的世界 然後另外調查他的世界 還調查什麼 這種比較貴的紅豆 到底放在展示會的上層中層還下層 很好玩 老鷹想飛的時候 那時候最紅的時候 老鷹紅豆都在醉 對 明顯的地方 而且很多銅鑼燒 後來呢 老鷹想飛隔了兩年 開始退燒之後 我又跑去看 那老鷹紅豆就放在最下層 因為它太貴了 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你會發現這個消費的東西啊 其實在場所說 就可能要去調查 他們就很有趣 或者是我家裡有一個月 就去調查一次 他們就會了解說 原來這些東西都是有影響的 影響到我們的消費行為 所以老鷹紅豆 他就是不讀秒安全不用掉這些 讓大家消費者可以吃得更安心 那海洋的部分也是 這是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跳出選項 然後學員就可以直接作答 然後也可以提問 那目前 距離台灣 台灣有個文化 就黑鮪魚記 有沒有記得 就是我們第一尾黑鮪魚 要釣起來說幾公斤 可是呢 黑鮪魚也是目前在IUCN裡面提到 在近十年來第一個可能會絕種的魚種 這也是在講到貨魚 還有講到什麼 台灣到底是海洋文化還是海鮮文化 對 這就是一個野生動物的引力題喔 那這科普遺傳食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學生的回饋 就他們覺得還不錯看 上課方式跟大家不一樣 然後他們覺得影片不會照著課本說 但是又可以跟課本有連結 所以他們覺得很有趣 然後他們也覺得說這樣有很多輕鬆啊 然後就有一些學習的動機 然後他會覺得有更多的知識 那有一個同學他就說他喜歡用影片 因為他背書不行 他喜歡人家用講的 他常常聽我講他演藝的 所以要聽別人講 所以我大部分就是做一個連結 那我們接下來進步到生物與環境喔 我們還有十分鐘對不對 我看一下 我們還有什麼快一點 把他講一下 生物與環境的這個地方 然後大部分就有講到像氣力破碎話 還有這樣一個大環境的部分 好 大家來看這一張 這一張 我們美麗的台灣 好 當初那個他有上我們的頭條 在中國時報裡面 他有說是NASA拍的台灣 然後網路瘋傳 就說我們台灣真的是福爾國上很美 那周遭這個星星點點的是什麼 漁船夜間捕魚 但是這張圖片呢 看在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讀 例如說生態學者 他會覺得犧牲自然 代表晚上的光害太大 其實人類的行為也造成很多 生物系性的改變 例如說他突不進入日夜 因為光的關係 好 所以其實在一個生態系統裡面 我們除了自然生態系統 我覺得在108課高裡面 很重要的就是這個人文生態系統 好 所以現在講到生態系 比較容易談到人的 就是這個都市生態系 好 這也是我們在五月份的 貝克團有提到的 一個都市生態學的部分 好 所以最後的十分鐘 跟各位老師分享一下 都市生態學怎麼去教 而且都市生態學是一個 最容易跟顏色洞青青的部分 為什麼說他最容易跟顏色洞青青 等一下我們來看就知道 好 這個是金車的報導 金車先前在204年桌的報導 他發現都市裡面啊 青少年最常見的洞 竟然是流浪狗 我還蠻期待漢青年桌 因為隔了五年 因為十二夜之後 我很好奇這個有沒有增加 我真的蠻好奇的 好 我還蠻鼓勵 希望他們可以在 所以他就會有提到 環境教育法之類的 好 那他們會建議說 因為很多孩子 他的確會去山上下令人 但他真的回到都市化的環境 他沒辦法扣合啊 他在野外看到的一個狀態 一個都市的狀態 沒辦法扣合 所以他的經驗沒辦法連貫 所以他不會覺得說 是不是可以從生活周遭 開始做起連結 這個孩子對野生動物的情感 才能有效的培養 好 所以都市生態學 剛剛講到1970年 大家還記得嗎 聖利利益的那個報告 1970年開始有60%的野生物種 已經被人類造成消失滅絕了 好 所以都市生態學 是在1971年 在講都市人類居住為主的生態體系 我們強調人跟這個環境 跟人跟這個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所以都市生態學 在台灣算是蠻晚起步的 在這10年 因為一個東西工靈科學的興起 都市生態學再度送到了重視 好 所以這是我自己 我自己比較喜歡說 我是一個都市生態的紀錄者 這個是在2014年 大阪自然史 日本納爾自然史的一個教育戰 大家可以看很有趣 它是貓方主題耶 很有趣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現在是在一場 生態學的一個場合 這個時候大部分就會開始 從貓師懷來走了 對 我們應該要把貓都怎樣 學澳洲一樣通通撲殺 對 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一個 野生動物跟流浪動物之間衝突的關係 那各個國家的文化也不一樣 這也是提供給老師們參考 然後這個是近期 Hom-Round Taiwan對我的一個採訪 那我裡面就有講到說 我怎麼樣把都市生態延伸到 野生動物跟流浪動物之間的一個保護 那我們在當初去講到這一塊 也是最早在2015年我們提到了 生態城市的這個概念 它現在有一個叫認識城市 把房災加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在都市裡面 有這麼多的議題 其實那種特別是海洋 都市也可以談海洋或什麼 那有時候針鮮嗎 生魚片 其實在都市裡面是買得到生魚片 它其實就是從消費議題去看海洋 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 減縮 因為我想我們很多的垃圾都從都市 排放到海洋裡面 所以這些都其實是其實相關 這麼很常去把它扣合在一起 所以孩子們在一個沒有整體的連結 他們只是是片段 這樣很難去想像說 我吃生魚片關這個什麼關係 因為孩子們吃生魚片 我先問一個問題 孩子們光分吃黑鮪魚跟鮭魚 好像皺筋有困難的 好那我再問 他在吃一個黑鮪魚壽司的時候 他有沒有想到黑鮪魚的樣子 他連黑鮪魚的樣子都想不到 那他連黑鮪魚的樣子都想不到 你覺得他可以推論到黑鮪魚生存在海洋嗎 好像很不行對不對 所以孩子這推論能力 如果沒有把它建立起來的話 你很難讓孩子有覺知 環境的覺知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都市生態 它其實可以做很多 可是我們常常忽略它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都市不自然 我們當初一直覺得都市不自然 可是孩子的生存在都市 我們後續就要從另外一個角度 讓他重新跟自然做個連結 好這次我做了一個叫鳥類公平科學家 也是跟林彥先生所 葛造年博士 我以前的主管合作 然後這後來我們跟台國館合作 然後這個是去年分享的 都市生態觀察行動 那最後分享這個東西 讓老師們了解 好這個都市生態觀察行動 我們是用鳥類偵探射 例如說我們從最簡單的 鳥類的一個輪廓 然後跟民眾做互動 這很特別 這國語失效的孩子 我們的解說者不是老師 老師是在旁邊幫忙的 我們的解說者是國語失效的孩子 那這個是在2008年 國民科學開始慢慢興起 所以社群媒體的科學開始興起 這跟臉書跟IG的一個興起很有關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一個數位3C的原住民 我們是從沒有3C的到有3C的 所以我們是數位移民 所以我們怎麼樣讓符合孩子 學習他的這個年代的東西 幫助他去清淨自然 跟自然重新建立連結 有個好紅的東西啊 叫寶可夢 寶可夢我覺得就是這個很成功的案例 他把他帶到自然裡面 好 蠻有趣的 這些公民科學的一個原期 他有興趣的話 可以進台灣公民科學的一個網站 然後這些公民科學很重要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科學家 規劃科學性的試驗跟概念 然後我們去參與的 我們都可以叫公民科學家 好 然後這個是特徵中心 林蔚心靈大哥 他幫我們寫改孩子們一封信 然後這個是鳥類偵探射 總共有6克 123456 然後他是依照一個生物系統性的概念 來去幫助從不懂鳥到懂得鳥 好 這張課程目前只有我在推 好 那老師沒有需要的話 大概需要一個工作天 目前我是跟政府的協會合作 我們在暑假之後將會辦教室演習免費的 好 那老師們學了這堂課之後 可以拿到6堂課的簡報 嗯 滿久沒有錢了 他一個我寫的教學之意 好 那就歡迎老師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學這門課 好 那怎麼樣變形 我們就到時候那個 演習的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那為什麼說他是公民科學 因為他是跟美國康奈爾大學 跟奧都邦協會一起合作的 他是用inbird的軟體 所以學生用手機 就可以做鳥類的研究 好 那這個inbird的軟體呢 我有寫了一篇文章 叫鳥人寶可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查我的名字 然後打inbird的 這篇文章就會寫出來 那inbird他現在在科展很重要 他在我們學校就可以做 而且他現在鼓勵學生做這個科展 他可以從到國際科展 所以這個inbird的軟體 其實有開始逐漸的被認識 所以他有四種學習慣 例如說他的資料是全球共用 學生怎麼去上傳資料和學完科學官 去累積的數據裡有一個保育官 最重要是服務官 服務官很重要 像我用inbird的這個軟體 做鳥類偵探射 最後我們是去參加博士的這個 生態加年華 明年博士還會再來 政府的博士 如果說有老師們需要的話 可以去參加政府的協會的一些活動 他們都免費的 他們是用生態藝術的方式 那你可以看孩子們 就是自己做這個黃魚肖的帽子 然後跟民眾做解說 這是我們去年我在這邊 然後我們學生跟博士的一個合照 好 那這是我在國日日報寫的專欄 這也是一個我的社會參與的部分 好 那最後我們用課綱 跟老師們提一下 在野生動物裡面呢 跟國小課綱比較相連的 大概就是觀察 到國中階段你可以發現 出現了什麼 公平科學 不是怎麼可以這樣注意 所有公平科學 所以公平科學其實在一般課綱 已經開始興起 最後在高中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在這裡 以生態學的領域開始進入案例 所以在高中階段 比較適合做專題 專題探究 或是形成一個project 讓學生自己去解決問題 好 那在國小跟國中階段 比較建議是這一塊 好 那另外在這個地方呢 野生動物它應該可以 作為議題融入 所以野生動物它其實 比較適合融入的是 環境教育這一塊 好 這在那個 我的光牌的這本裡面 我有寫怎麼樣去融入 這篇 好 大家可以去做一個小小的參考 好 所以環境教育 可以看到各科 那我們當然會融入到 環境整理裡面 好 那包含動物園的議題 你可以知道動物園 也是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好 那很多動物呢 他在海盆地圈養之前 都是誰 野生動物 當然都野生動物 那其實可以做一個code 所以可以看到野生動物的議題 知道了嗎 多 那環境素養的部分 好 因為我們現在呢 還有印方剛在台素養動向 我們有環境素養的概念 好 那老師們也可以去參考 那包含老師也有素養 所以建議老師們 盡量嘗試去做一個課程的設計 還有精進你的專業 也歡迎加入你的貝克團這樣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我就先提到這一張 因為我的簡報啊 有130幾張喔 好 那老師們 現在你們拿到的東西是比較 我去輸出來 因為很多照片 覺得怕我是回去的 不知道為什麼要看 然後這比較特別是露莎社 好 露莎社是那個 特色中心 他們現在在做的 好 那露莎社的話 這個一張 趕快露史觀察網 好 那這個是目前公平科學 非常大的一個網站 好 那這個網站的話 那個老師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了解喔 然後這是林德恩大哥 他非常的注重老師這一塊 所以他非常鼓勵老師們 可以帶著學生去做 這個系列的一些研究 那我們直接跳到 直接跳到最後好了 好 那最後用那個 珍普德博士的一句話喔 就是唯有了解才會關懷 唯有關懷才會行動 唯有行動才會有希望喔 這是博士的一個名言 然後我們就用這張 然後做為一個簡單的結束 好 那謝謝各位老師 希望早上不會太急 因為還是想要讓大家 有沒有全關 全貌這樣子 那我老師他還有問題的話 我們到下午可以再討論 好 那委任我們請下下一位老師 抱歉 我耽誤到下一位講師的時間了